非常的不方便 如果从城区派救护车来这里 至少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继续新闻调查 2012年12月11号下午3点20分左右 正在清凉门桥附近的一处公地进行急救的120急救车 接到一条新消息 汤山一名患者突发心脚痛需要急救 从清凉门桥到汤山40多公里的路程 一路上病人家属不断打电话催促120急救车 从常常一接的话这种也很少 不少 不少 每天都能有一次 毕竟 也毕竟是我们这个科学 还是其他水平 我们这个病人他不是我生吗 现在还没看到什么 他看到很多人 因为我们这个过来的病状情况 他这个如果已经耽误他这个治疗吧 紧赶慢赶用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 总算赶到了患者所在的医院 在那一个多小时 人家疼 不得病 疼住病来的 你看疼的 这边没有救护车 还要从南京打 还要从南京开过来 这都浪费了 返回途中 路过中山门恰好接近晚高峰时段 几顾车道被堵得死死的 幸亏急救车驾驶员有经验 迅速反倒上了非机动车道 连床三个红灯一路鸣敌 飞奔赶到了最近的南京军区总医院 可能每一分钟都跟生命紧紧联系 整个这个救援的过程 可以说是相对耗时还是比较长的 我们三点半钟呢 从南京出发到达汤山医院呢 已经是四点二十分 四点二十分就到病人呢 再回到南京的军区总医院 就已经是五点钟 整个这个路上时间 加上过社会站的时间 用了一个半小时 而患者的这位同事告诉记者 就在几个月前 就是因为汤山没有救护车 他耽误了急救他的一位亲人 因此过世了 我因为外婆地雷交的吧 当时也送到我们 我因为我汤山人 我就把他送到 也送到这个汤山分院 然后呢分院 他要有转院 汤山区院当时也没有救护车 所以也是要从南京调 我有搞病从哪里调 也要从外面开救护车来 我是陪着 我在路上一直陪着 古波到京剧转院来的 结果他去世了 到基本以后 大概不出半个小时就去世了 如果这个确实属实的话 那就应该是 如果在汤山有救护车的话 对吧 就资金的时间可以省去 那肯定是要节省一些 毕竟他直接送过来 我们这边跑过去 肯定好一些 虽然没有因为自身的原因 耽误急救 其医生还是有些内疚 值得庆幸的是 汤山的那位患者 在军区总院经过及时抢救 生命体征 基本平稳 这也让两位仍在马不停蹄 赶路的急救医生 感到一丝欣慰 汤山为什么没有救护车 记者也联系了南京市卫生局 了解具体情况 记者从南京市卫生局了解到 急救车辆由南京120 就是统一强配 一般的都是就近的原则 汤山的目前没有120急救站点 而基于汤山最近的呢 是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 也就是长东的中山医院 中山医院区于汤山的 大概直线区 在20多公里左右 江宁区卫生局表示 目前江宁地区只有江宁医院 和同仁医院有急救站点 偏远的湖山 汤山 恒西等地 都没有120急救站点 遇到紧急情况 一般由南京市第一医院 和中山医院两个急救站点拍车 急救这一块的体系的建设 和老百姓的需求这一块 确确实实还承担着一定的差距 但是呢 目前呢 我们正在着手规划这一块 比较边缘的 包括汤山啦 包括湖山啦 还有我们这个 恒西 江宁 这一系列的一些地区 顺利一些这个急救分站 来满足这一块 任意增长的这个老百姓的 这一块的对新来的需求 虽然没有急救站点 但是汤山医院和汤山的 八三医院都有自己的救护车 不过并没有纳入南京 120急救系统 因为这些救护车 无论是从人员 还是装备上都很简单 根本达不到120急救车的标准 对120救护车这一块 它是必须要是 专艺的 专门的急救型的车辆 比如说里面 有一些这个 一些急救的一些器材和设备 另外还有对车辆这一块的防震性的呢 一些要求 都有一些很高的一些要求 所以呢 它这个普通的一些车辆 它是不能作为急救车辆来使用的 李明镜也表示 汤山景区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 考虑到不断增多的人口 江宁区卫生局正计划申请新的120救护点 将辐射汤山 湖淑 横西等地 加上人员的培训 预计将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完成这个工作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在本月的20号上午 江宁市民的丁白江用120将患有脑梗的母亲送到了江宁区第二人民医院 但是医院却拒绝提供治疗并且要求他们转越 所以要跟您说明一点的是光有急救通道也不行 还要对医院有足够的了解 病人家属呢 要有了解 那么急救通道